日安,谢谢您来到Sandy at 桌佳厨房 一起来料理吧 寒风凛冽的冬日 草莓以它的酸甜风味 散发出独特的香气 宛如冷冽空气中的一丝暖流 为季节注入一抹美好 在白雪覆盖的大地上 洒下一片瑰丽的颜色 冬季饮一杯草莓西米露鲜奶 草莓的香气 仿佛是雪花的轻柔飘落 秋糖的西米露 如同冰雪之间的轻盈无故 而浓郁的鲜奶 是冬日暖洋的温馨 为冬日带来一丝梦幻 一场好梦 草莓西米露鲜奶 准备食材 分量 两杯 每杯约500毫升 新鲜草莓 二号 三十颗 西米露 一百公克 鲜奶 六百毫升 草莓果酱 七十公克 冰块 二十颗 草莓西米露鲜奶 制作过程 准备一个锅子 锅内倒入一千毫升的水 水煮沸之后 转为小火 把全部的西米露倒进 用摊勺一边搅拌 一边慢慢加入西米露 这个动作可以避免西米露成团与黏锅 煮西米露的过程中 一定要随时搅拌 煮至西米露呈现半透明状 中间留有一点白鲜石 就可以关火 盖上锅盖 焖八分钟左右 利用余温把西米露焖熟 焖过的西米露 每粒都非常透亮 用过滤网沥干水分 捞出西米露 另外准备一个大碗 倒进煮熟的西米露后 再加入500毫升的冷开水 使其冷却 这个步骤能够去除多余的凝眼 并且让西米露保持Q度 待降温后 再用过滤网沥干水分 透明精亮的西米露完成 草莓先浸泡水 3-5分钟 使农药溶结 再以流动的水 将草莓清洗干净 由水流带走残留的农药 使用前再拔掉或切除草莓地头部分 避免农药从地头跑进果肉 洗好的草莓需立即食用完毕 因为喷过水会很容易烂掉 将全部的草莓果肉对半切 准备果汁机或食物调理机 把草莓倒进果汁机内 再加入150毫升鲜奶一起打橙汁 准备一个玻璃杯 加入五颗冰块 若不喜欢太冰的话 也可以不加冰块 加入草莓果酱 可依个人的甜度喜好调整多寡 杯子稍微请鞋拿 顺着杯子圆紧 依序用贴的方式摆入草莓片 上层摇进西米路 大约自玻璃杯二分之一的位置 再倒入草莓汁至八分满 加入鲜奶 加入鲜奶 最后可摆上薄荷叶和整颗草莓作为装饰 一杯充满粉红泡泡般恋爱感十足的草莓西米路鲜奶 完成 草莓 草莓为薔薇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云产于南美洲有200余年历史 台湾近50年开始大量种植 常见的有蜂香香水和炼香品种 生产期为1至3月 产地广伴以苗栗大虎作有名 草莓是冬天盛产的水果 不仅酸甜可口 更是色香味俱佳 被人们誉为果中皇后 鲜红的外表不只令人垂涎欲低 营养价值也相当丰富 除了含有糖类、蛋白质、膳食纤维、各种维生素 A、C、E、B1、B2、B6 及矿物质、钙、钦、铃、铁、铭、鑫、鑫 有基酸、苹果酸、柠檬酸等营养成分外 也含有去提升免疫力、氢氧化的植化素 柔花酸、花青素、β胡萝卜素等 特别是维生素C比苹果、葡萄含量还高 所含的苹果酸、柠檬酸、维生素V1、维生素V2 以及胡萝卜素、钙、铃、铁等含量 也比苹果、梨、葡萄高三到四倍 草莓含有丰富的叶酸 对于怀孕的女性 降低、罹患、癌症、心血管疾病是很好的营养补充来源 因草莓含量高 腺甲病人及草酸钙结石的病患者也要少吃 吃太多会导致草酸钙结石以及对草莓过敏 肾病患者也需要肾食 希望您会喜欢这杯特制的草莓饮品影片 还有更多部的料理影片等您来观赏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您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制作影片最棒的鼓励 Sandy at 作家厨房 期待下一部影片与您见面